183. 《文匯報》 專家與切磚隊大規模驗水 2015年7月26日《重要新聞》 A04香港《文匯報》信 記者民心 香港公開大學科技學院院長、食水水則事務諮詢委員會前主席 何見忠昨日在電台節目《香港家書》表示 水含源的毒性只要未達指定水平,也未至於引起急性疾病 他呼籲市民保持冷靜,又建議水務處成立特別工作對五大規模驗水 向社會交代事件,原毒輕微未至於爆急病何見終止 相比劇毒批箱或沙內,食水含原毒性未及前兩者 只要水中原含量未達每公升200微黑或300微黑的積看見水平 便未至於會引發急性疾病 他呼籲各界對外發布資訊時務迫謹慎,以免增加市民的恐慌感 他補充指,統計數據愈多,不差值愈少 如果只取每天最安裝的一個樣本 或最清潔的一個樣本化驗,結果都不夠科學 他表示,多條6H大廈食水驗出含原量超標,政府要安撫市民 最佳方案是由水務處成立特別工作隊伍 選擇大批具代表性的樓宇,按勢為標準 在指定期間大規模驗水,並交由獨立專家委員會 公正透明地評審監定,令社會更了解情況 如互亂沉迷不合規格的公司化驗食水,會變相製造更多混亂情況 他認為,政府成立的調查委員會,必須熟悉政府程序 建築公聚的運作和管理,以及由熟悉工程管線設計和操作的專業人員參加